大家好, 欢迎来道解工作室, 我是Kamunix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急症科专科医生梁医生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些很古灵精怪 大家日常未必会接触到的病 今天就会和大家分享蜂牛症 大家可能听过蜂九症蜂牛症 都会觉得会不会是好小事呢? 但其实原来蜂牛症一点都不小事 蜂牛症是8分8的死亡鹿 梁医生, 我想问蜂牛症具体的学名是什么呢? 蜂牛症是黑牙耳士症的其中一种 黑牙耳士症的学名叫Krutzfeldt-Jakob disease 黑牙耳士症分四类 第一类是Sporotic, 嘔发性 第二类是医院性 就是透过器官捐赠压 或者输血的时候感染到的 第三类是遗传性 遗传到一个特变的基因 接着它就会病发了 第四类就是蜂牛症 就是非典型的黑牙耳士症 本称叫蜂牛症 一旦病发的话 其实死亡率都是8分8 暂时都没得医 没得医 这种病也挺恐怖的 如果发病的话就是8分8死亡 可能蜂牛症 某程度都可以避免 是不是就是进食了 有蜂牛症的牛 就会有呢 如果我不吃牛就可以了 怎样会感染到呢 就是进食了 有感染了蜂牛症的牛 中枢神经的器官 所污染的食物 你就有机会感染到 例如中枢神经组织的 有什么呢 例如骨髓 例如骨髓 但论障的地方就是 在逃场那里剃牛的时候 那把刀呢 譬如剃完牛的头 剃完脑 之后剃完神经 就再放入牛肉 那些牛肉就受到污染了 那变了就会容易传染 这种变异性的蛋白质 就是这种crian protein 它是内高温 内冷 内洗洁精 就是内消毒 内基本消毒的东西 它们都顶得住 那它就继续 你无论怎样使用 它继续黏在那把刀上 你说到我都很害怕 我吃牛 那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不要吃这些 中枢神经组织 尽量吧 我都很喜欢吃牛骨 但是没办法 但是 现在其实是不是 都是这么罕见呢 英国在2001年之后的病法 全年可能一年 都只有几个蜂牛症的病人 那变了它已经没有在Screen 即是没有在西茶牛脊 有没有患蜂牛症 哦 但是因为它的潜伏期 是用年来计算的 就是有几年至三十年不等 那变了呢 之前感染了那群人 是不是一直潜伏 等着来发生呢 那就没了 都真是很恐怖 即是无端端 你今天连了东西可能三十年之后 无端端去病法 那说到病法会有什么特征呢 有什么症状呢 非典型 即是蜂牛症 一般就会相对年轻一点的病法 这个第一 第二就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情绪会改变 即是会有些抑郁 有人有些行为 有些古怪 然后到后来 中期就会有些身体不自主的活动 然后再后来就会抽筋 再之后就会死 风就是这样的 风就是讲这些行为 如果中文呢 我估计就应该是 因为感染了蜂牛症的牛 就会发疯的 就会周围乱撞 我想是吃了那一只蜂牛 神经病 而那个人都会蜂 其实是脑里面 结构上出现一些问题 令到他的行为会这样改变呢 简单来说 就是本来脑 大家想像就是 好像豆腐那样的质地 而感染了蜂牛症之后 它在MRI持力供症上面 看出来 就叫Spongeoform 就会海绵化 简单来说 就像你很用力 用一条饮管吹气 在啫喱里面 那质地就变成这样 当它变成这样的时候 其实是想不到事情 我想发病的早期阶段 未必会去求医 可能抑郁自己不开心 可能去到抽筋才过来 它过来又如何去确诊 或者去排查它 是不是这种病呢 一开始 通常大家初步的时候 有时大家会当中风感医 或者一开始的时候 当抑郁感医 然后就会延误了确诊 但要确定 其实就是要用活体 用biopsis来确定 开了脑 再用脑组织去检查 一来的创伤性很大 二来很痛 三来就是这个病本身 没有可以医治或者跟治它 你对它的帮助又不是那么大 所以很多时候 就未必会去做到这样的检查 其实可能靠这个磁力共振 已经可能 就会确定一个怀疑 确定一点的怀疑 就是百分比有一定的了 其实到头来 如果假设它真的不幸 发病到死亡 它都要去知道那个器官 甚至乎各样东西 都能不能再捐赠给人 医生要确定 或者医生要确定 这个愿意捐赠器官的人 的器官是否适合 去捐赠给其他人 如果风流症来说 应该就是不可以 或者如果有怀疑 都不会建议 医生这个病真的很害怕 听到更恐怖 你自己有没有接触过 这些病人 或者香港史上 有没有这些确诊案例 风流症 我自己没有看过 风流症的病人 香港本土感染风流症 也没有发生过 而在2001年的时候 有一个进口的风流症病人 根据香港医学期刊 有个34岁的女病人 1980年间住过在英国 他去医院看的时候 就是精神挫乱 手臂 后来 入院之后 六个星期 就已经说不出话 和走不了路 他就照了 不磁力共振 就发现 个脑有 海绵化的迹象 如何确定 它是风流症 他们就做了 一个扁图线的活体穿刺 就拿出了病毒 就驗到有胺炎氧 然后就确定 它是非典型的克格尔斯症 但一般呢 就是一般由他发病到走的 有没有说是可以多久 一年 一年 一年左右 不过其实那一年 其实海绵体是这样 都很痛苦的 那一年 好像是 说得难听点 好像是等死 对于病人 和他的家人 是很痛苦的 嗯 明白 所以真的 今天再考虑一下 吃不吃牛骨水 本来今晚吃火锅 OK 小吃小吃 小吃小吃 我们下集再见 再来 不再来 ちょっと再来 我做点 什么 什么 白糖 八 五 二 не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